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彼国和全世界做会庆祝Apollo十一号 定了过去五十七年时 那么到达彼国和台湾这几十年来 在航台科技的合作和交流 彼国和台湾第一次主要的合作 发生在这十五年前 一当时有作会设计各制作为清 然后上方便在Kawaii各自立 设计更新鲜的潜意境 带来很多研究的突破 今年彼国和台湾集中合作 成功协定投资党提供的商品 那么广东合作接行复卫旗号为清 来改善补气象和太空天气的感觉 复卫旗号已经在六月份 在佛罗里大洲大型美国SpaceX 列印重型灰燼发生成功 那么很期待 美国和台湾可以有更多的航台合作 可能这里不过几个将来 台湾川普总统签设计的太空进制制令 NASA也可以跟国际上夹的会访 导臨合作 各种机会求 马基台可以起到飞行 甚至是国家风的太空 把宫生命国际上处的太空